你是一個提味很重的人嗎 是嗎 對 我是一個非常穩重的 啊 對不對 所以你全身上下都有味道 一定要有 要不然我們如果遇難的時候啊 那個那個那個搜救權 也比較方便找到 對 對耶 有道理耶 沒有 你找一下我老公聞一下位置 馬上就找到你老公了 真的 給他聞一下你的襪子 然後很快就可以比對出來 對 所以味道 它不僅是一個 救人非常重要的一切 文醫師為什麼每一個人都一定 會有多多少少 可能不會像Sakiru這麼穩重 但多多少少好像一定有味道嗎 對 為什麼 因為人他在流汗 然後流汗本身又有一些皮脂腺 還有我們的一些內分泌 它會隨著那個汗腺流出來 那像Sakiru的味道呢 可能他覺得 有些人覺得它臭 可是覺得有些女孩子呢 聞到Sakiru的味道 它是有男人味的 對 沒有 是不是喜歡他的人 就會自動的把他的味道 感覺是一種喜歡的味道 香味 對 但討厭他的就會覺得好臭 它是一個臭味 是這樣嗎 味道是主觀的嗎 它是主觀的喔 我們一直很好奇 就是有個都市傳說 我們都會說一群男生聚在一起 就是臭臭的 然後一群女生聚在一起 就是香香的 所以有人家講說 妹子香香的 哎呦 沒辦法 就如同你一樣 國色天香 哎呦 你看一定跟香味有關係 對 男生聚在一起 就是臭男人 到底這是不是真的呢 哎 現在竟然還有人做研究耶 女生像這樣是真的喔 經過日本的研究呢 他們對於這個50名的女性 10歲到50歲 進行的這個研究 他們穿上同一款衣服 長達了24小時 然後再回收這些衣服 讓男生呢 蒙著眼睛去聞 除了聞到一些 微微的汗臭味之外呢 發現哇 這些女生居然自帶香氣耶 有人聞到呢 這個有淡淡的椰子香味啊 還有桃子香味 而且呢 研究員還發現呢 這是正值青春期的女性 才會發出來的喔 如果你過了35歲之後的女性 味道可能就會慢慢消失喔